三连交关注身体健康一夜暴富 今天我们来继续更新全员恶人系列之 那些充满迷惑心为与争议的装传包系列第五期 拘敬一篇 其实跟前四期相比啊 拘敬一篇本来我不是很想做了 因为他的瓜比那儿姐四个可谓是小多了 但是架不住后台私信一直催功 更有女粉丝叨叨出了拘敬一就以身相许 把他太奶介绍给我 哎真的很火大呀 于是这一期我们就讲讲拘敬一充满谎言的明星路 首先做个小互动 你们觉得拘敬一整容了吗 整的扣一没整的扣二 显然的我认为拘敬一没有整容 说他整容的人那是没有被他告过 你不能说他整容 你可以说他人工进化 这么说就柔和多了 进化了 我们之前在吐槽以翻车某跑男女钉子户 掩耀水派老艺人的时候 曾经讲过 就是明星可以整容 谁不爱美呢 我都想去抽支 但是你身为明星艺人 诚实守信 应该是你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底线 你明明出道之前长这样 出道之后非说自己是天然的 怎么你打娘胎出来的时候还顺便生出两个整形大夫呗 怎么就这么配套呢 不是你展开了 是我想开了 然后当拘敬一在出道的时候 面对着打光时鼻子发光的问题 死活就是不说自己整过肉 然后就是各种买营销买热搜 说什么拘敬一是天然美女 更被小岛子网民评价为四千年一遇的美女 当时刚出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变相的黑拘敬一呢 毕竟多少老牌美女都没人敢这么捧啊 上一个号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貌的 还是芙蓉姐姐 女明星种容无可厚非 连刘晓庆大妈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通过依美来不辞辛苦的 在大阴幕上演少女来恶心我们 你像歌坛才女王荣 人家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种容了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可拘敬依旧没有啊 非要说自己是天生励志 而且说一套做一套 在面对网友四千年一遇的美女的头衔的时候 他是这么解释点 其实古人那个事情 他的最大的压力在于 你有了这个所谓的线头之后 然后别人 别人就会 就是带着 留嘴 你看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关系 我就是会有人来看 想看看 就是那个四千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天哪 你自己没有在意这个东西 都是别人才在意 这样看到 也就这样了 哎呀 口口声声说 没有解释过 我去死啦 看似网友戏谑给自己冠译的恶名 但是团队买通稿营销的时候 可是跟这个头衔绑定的死死的呀 四千年最美吧 四千年 那你下次要把这个介绍出来呀 可以 这很吓人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四千年第六下 可以跟他媲美的只有小青啊 因为就是有媒体分析他的五官非常的精致立体 而且呢 整体传递出来 现在的小女孩 不太会有的一种古典的气质 所以呢 国际媒体很喜欢 当时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很诧异 然后我就想的是 男生应该不会喜欢四千年这样的古董吧 你感觉是那种 比较千年老妖那种感觉吗 其实还是比较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到 SNS的一个成长 比较希望这样 你应该也解释过好几次吧 我其实我没有解释过 从来没说过吧 从来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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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不离四千年呀 就你们了解居静一的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 是不是都听过四千年 这么个演技多么多么的炸裂 天然神言的 那一定就是花钱 没跑 而居静一的团队做法就很高明的多呀 他们不直接去营销居静一有多么多么的好看 而是从色面证实 比方说 去火锅店吃饭被路人夸 去银行办业务被路人夸 去月球插旗被兔子夸 就是自己说美不叫美 大家夸才是真的夸 但是这样的通稿多了 反而就适得其反了 居静一是好看 但是你看哪个有实力的天然美女演员 会去这样营销自己的美貌呢 他们认为那是很肤浅的行为 你不看我演技 你光看我脸呀 你看最近繁华里的心之蕾 都被王家卫拍的美成那样了 你看有几个心之蕾 这个美艳通稿啊 他实力派就不屑于干这种事 由此我们也引申出了 居静一最大的问题 就是虚 实力虚严直虚 所以他的团队给他设计的整个路线 就给人一种很心虚的表现 你像美貌营销 明摆着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他心虚 通稿买的都很离谱 比方说一口面包吃三四十下 这个就很离谱了 此前 居静一一口面包嚼了三十二下 引发热议 他说当时是放空的状态 并不知道自己嚼了几下 并现场重现放空嚼面包的情形 这一次面包嚼了八十四下 而且居静一在嚼了六十四下 准备吞的时候 还显得很吃力的样子 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吞下了第一口 还刻意用手摸了摸红人那 纷纷效仿 你知道那个牛吧 他没事就反厨嚼几下 然后嚼得越细 就对胃越好 我就是因为吃饭太快 导致了我现在这个胃病 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但是如此营销 只能说团队真的不行 还有居静一 那个传说中的天生的发量 我们看未出道时期的居静一 发量平平无奇 跟我们普通人也差不多 但是突然之间 这发量犹如颈喷了一样就炸裂了 你们信这是天生的发量质变吗 年轻人现在有很多困扰吗 阿文 那今天又会被牢 我发困好副猴啊 你看严重的 年轻人的发量质变了 好像都还好吧 不是为什么会猪头啊 年轻行星为什么会猪头啊 星辰代谢啊 挺正常啊 不要 对天天是那些有个没的 明明就只是星辰代谢而已 小文具吧 我头发为什么这么多 为什么这么多 我刚到团里的时候 造型师姐姐为了推广她的洗发水 都说的是 如果你用了我们的洗发水的话 你的头发会跟KID讲一样 就是头发很飘逸哦 就是头发很飘逸哦 然后搞笑的是 某古装片段 习惯营销自己发量超多的 拘敬一头发没了 怎么你不是头发多吗 你怎么还搬头的呢 其实现在呀 很多明星被所谓的黑 多半就是自己作死 你想想 一个事物你营销的多了 过了 只会激起观众们的逆反心理 除了发量 还有拘敬一的容貌 自打拘敬一的一套 港风装容 被大肆的夸散 说好看 紧接着拘敬一的装 就再也没有变过 不管是综艺还是影视剧呀 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这个妆容就像用502胶 粘在拘敬一脸上一样 陪着拘敬一 走过了各个场景 与爱人亲亲我我是这套装 小寡妇枯坟也是这套装 外带配个可爱的小花花 你看隔壁的潘金莲枯坟 这个套装 实在是比不过我们拘敬一美丽呀 你再看看隔壁马大帅的枯坟套装 你太接地气了 大佬坐穿依旧还是这套装 有人把拘敬一在不同剧里的妆容拼到一起 你根本都分不清这是不同剧的妆容 拍摄女扮男的时候 不说别的 虽然没有烈焰红唇 但你起码像梁柱里面的杨彩妮一样 不说素颜来个淡妆吧 起码得素一点 你看你脸上精致的妆容 柳燕娃没影头口 钢铁刘海在当中 是吧 哪个老爷们把自己画成这样呀 啊不对啊 这个淘淘里的老爷们他们就化妆 原来他不是女扮男装呀 他是女扮二椅子装呀 那就情有可言的对不对 那么拘敬一团队 我这就给你们洗白了 是不是啊 打钱 还有名场面 绑架戏 这个真的是啊 我都要笑死了 你是哪家的可爱小狗狗吗 啊 主人给你个东西 你还叼着不撒口 就导演加演员 咱拍戏能带点脑子不 能带点脑子不 哪个被绑的就叼这么点不呀 当然了我们知道 这是要突出美感嘛 你甚至要换个BGM 你说这是新娘出嫁都有日性 相比之下 爱琼公寓出身的郑佳佳 你看人家怎么表演绑架戏的 你起码得表现出对未知的害怕吧 剧静一的表演 就好像是提前知道 我自己要被绑架了一样 毫无起伏波澜 你给点波澜好不好 你先起点波澜好不好 并没有 从山崖掉落 我发纹丝不动 还有被困火场 火都那么大 那么旺了 哪怕是烤串 这么大火也应该烤火了吧 人家菊姐就没有 人家菊姐有水润肌肤护体 烤成这样妆都没滑 头发没糊 不愧是营销自己发量多 发制好的 就是顶烧 谁说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 还有假扮难民 好家伙 超白粉底 大眼线 你再看看隔壁那些难民 好家伙 别的难民是饿死的 究竟依着难民 难道是化妆累死的吗 所以 当演员跟团队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了妆容造型上的时候 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 就是心虚 要用美美的装造来掩盖 演技上的不足 毕竟爱豆的粉丝 向来是只看眼 不看活 如果娱乐圈靠业务水平 来给流量明星 划定酬饶的话 那娱乐圈流量 得饿死一大半 我这还是说保守 于是除了精致的妆容之外 居敬一的演技 也是一言难尽 是吧 家难转 口碑不错 但是居敬一小姐的无辜脸 也确实挺出戏的 当时营销的是什么呀 是居敬一枯碎的破碎感 这个词究竟是谁发明的呀 你们是不知道 我做这个系列 一天天研究这些装唇帮 那虚无的演技 我都快破碎了 好不好 居敬一的破碎感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你看居敬一的枯戏 其实都是一个木板 瞪眼固定的美丽角度 然后一颗泪珠 含在眼眶里面 再到滑落 这就叫哭戏 这就叫哭活 不管是什么场景 这就是万能的哭戏样板 你们发现没有 自打面无表情流泪 被誉为哭戏的天花板之后 所有人都不会哭了 或者说会哭了 只要挤出一滴纯洁的泪 就算是高级感破碎感的哭 但是 我周围的人还真不这样哭 都是没有形象的 出声的哭 甚至是嚎啕大哭 不是说高级哭不好 但是为了高级 拳头一个演法 究竟是谁 在定义哭戏的高级和低级 我不懂 反正我看 那个白事上 有的人嚎啕大哭 我有的时候也会抹眼泪 那如此高级的定义 反正是便宜了 居敬一等一帮子戏混子 掉几滴泪 就算是哭戏炸裂了 那你说哭 他的表情木讷 那么他的其他表演怎么样呢 依旧是依托答辩 可能是精致的妆容 不允许居敬一做大表情 总之他不管演什么 都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 偶像包袱比朱雅文还重 不管是表演惊讶还是生气 福大厦之将心 楚波兰而不惊 还有怡态 居敬一的割裂感 那真是满满 他演绎一个公主 表情是端着的 但是体态像是出来混的 吊耳郎当说话喜欢摇头晃脑 走路甩臂插腰 营造少女感 最动作特别多 你这演的是一国的公主 还是波兰街的十三妹呀 气质 气质很重要 但是在最新的《仙剑四》中 在更为灾难的 沉者远矿湖 排名不分 前后的衬托下 居敬一毫无进步的演技 竟然被衬托得 像一个老前辈一样 所以说我们的娱乐卷的作品 在疯狂的两极化 一些题材也拍摄的确实好看 我最近在看这个黑土无言 繁花 几乎都是同一个配音演员 这样下来是不是就想 让观众觉得 这就是菊姐的原生 至于菊姐的原生 回家练几年多好呀 真是圈钱要趁早 而粉丝还在洗 营销号也在卖力的营造 居敬一的努力人设 居敬一真的把野心写在了名面上 凭实力从全网黑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居敬一的血腥 真的比我恋爱脑还严重 天爷不给饭吃 那就从他手里抢饭吃 他努力啥呀 他努力圈钱呢 娱乐卷换了这么多年 他花了这么多钱 不就是为了圈 省思那点钱吗 别人以为的天赋 其实是背后 热到极致的努力 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走 能达到什么样 也就是什么样 不要去强求 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很满意我自己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完美主义者 就是你不那样要求我 我也会这样要求我自己 我是一个比较看能力的人 就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 因为好好努力总是没有错的 好好更云才会迎来收获的季节 学习一个什么东西 只要你每天练习 你就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是吧 你看他这几年 差不多的妆容 差不多的类型 差不多的演技 甚至连作品的评分 都差不多那个德性 你吹的啥呀 就连有演技的杨子试水 拍了一部女心理诗 都被吐槽之后 又一猛子扎回古偶剧里面了 你居静一咋还不觉得 自己应该提升一下 自己的业务水平呢 那么你们觉得 居静一有实力 能够在影视圈里混吗 够的扣一 不够的扣二 再说了 说你演技不行 你居静一不是号称 你自己学习能力强吗 那你就好好学学演技 不行吗 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把它做好 就不要让我还没有学好 你就让我去跟大家展示一下 有些希望把它学好 我再去展示 就请跟自己要起同 我很满意我同 是不是各位看到这里 就要被启启啊的消消气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身体健康 一定要从吃入手 有些人说 健康就是吃出来的 大家知道 郭亦领我一直 饱受肥胖的困扰 属于文风胖三斤 文屁账二两的 一般的自律食品 要不就是难吃 要不就是难吃 是吧 总之就是吃几口就放弃了 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古物对白 架子 古物吐司 这款吐司 最打动我的点就是 粗粮的效果 细康的口感 它不光是DJI食品 能达到高饱腹感 而且口味很不错 我试了下 一个大老爷们儿 吃个两三包 能顶四五个小时都不乐 吃的少了呢 有热量差出来啊 自然人就轻快了很多 而且口味上也是非常的不错 要知道这种自律其吃的东西呀 只有好吃才能长期兼职 它富含高蛋白 高膳食纤维 碳水含量 比普通吐司低出20% 蛋白质能高出30% 口感好 不干不噎 吃起来会有隐约的 古物颗粒感 哦 是那健康的感觉 像咱们日常吃的全麦吐司 那真是如更在后如芒 四倍如所振斩 双效控糖技术 而且他们还给我 邮寄了各种认证诸和报告书 就差把专业两个字 贴到我脸上啪啪的甩了 看了看 有通过国家认证 由上市检测公司华策认证 这款吐司GI值小等55 属于DGI食品 就问你权威不权威 哈了吐不哈了吐 古兑白奇亚籽古物吐司 适用于减脂控糖 才能长期坚持 控糖技术干预下 热量吸收少 吃饱的同时 还能制造热量缺口 利用阿拉伯糖 中和蔗糖 利用复合益生源和膳食纤维 中和淀粉糖 并不是粗粮粉堆吸 实现低卡和好口感并存 自然就能有很多人认同啊 心动就赶紧点击评论区 连接卷起来吧 而后来最恶心的事是 居静一 业务水平这么拉垮 还有脸在一部烂戏 为了一个翻味 跟别人开撕起来 菜鸡护卓呀 这不是最近吗 某一的仙剑四 跟某企鹅的仙剑六 开始打累了 而某库 则直接宣布了 仙剑一三五限时免费 真实的商战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而这篇剧还没播完呢 那边仙剑四演员就撕起来了 其实啊 就是个翻味的问题 二年这个剧杀青的时候 由于陈哲远和居静一 括弧排名不分先后 括弧完毕 双方的粉丝都说 自家的主子才是一翻味的 结果就没人能给出个官方说法 于是这个问题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演技都这么烂 还要呛翻味 属实是老太太当街生孩子 心态炸裂了 粉丝列举了各种证据 证明居静一就本来应该是一翻味的 因为当初签订的就是一翻合同 结果剧方现在这样的末棱凉 可是完全的严重的 没有契约精神的 不能因为你剧方跟张哲远有利益关系 就如此搞小动作吧 至于居静一粉丝说什么 剧方的什么小动作 你们自己去查去吧 一部烂剧 加上个烂演员 还要整出中三位这样的烂新闻 怎么有那干事演呀 而居静一方发布消息说 对剧方很失望 不参加后续宣传了 你宣传啥呀 你宣传 你给我们这些土桃去up主 提供素材吧 你宣传 最后我们就说说 关键的一点 居静一的满嘴谎言 这个就确实有点过分 我们这个系列的每个主角 其实各有各的作法 而居静一则是直接把谎话当饭吃 我们刚才说了居静一的发量 出道前后对比太明显了 还有居静一出道时说自己多高呢 一米六二 结果呢 百科上显示 居静一身高一米五九 这还不算完 在一档节目上 居静一比数值身高 比自己高了一厘米的队友 矮了不止一厘米 被公开出行 我真的没有黄暴身高 我真的没有黄暴身高 我现在还长高了 这时对你一跳出来说 我一定又比高好 而这时又有一个 就告身高158的妹子 要和他比身高 居静一因为他高 被当场摔穿 但同时 居静一一也拿比自己矮的 对我开玩笑 这很容易 做身高 刚说那是哥 他说身高 你说证明自己的时刻 就在这种 不能算身高时间的时刻 甚至比居静一 数值身高矮的 只有一米五八的队友 站起来一比 都比居静一要高 这是什么鬼呀 莫非居静一 是遇水折发的行的吗 那比身高的时候 还不快给他浇点水 还有四千年的美女狗 一开始居静一说 四千年美女这个称号 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巴拉巴拉的 哎呀这家伙苦的 哎呀都失禁了都 让人觉得这孩子 还是有点芝蓉如 董静退 民事理的 结果现在火了之后 什么四千年 欠家什么 死什么年 压根就不承认这回事 那为什么当时 站着四千年美女 我哪知道啊 这个拍头是从哪冒出来的 网友 不是 好像就是日本那边 它有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什么偶像团体 他们当时我记得那些新闻 其实说的是 什么四千年 越来越多女子 我像 那传到国内就越传越夸张 越传越夸张 这没法 你应该也解释过好几次吧 我其实我没有解释过 从来没说过吗 从来没说过 更夸张的是 居静一这节目 还要硬凹 如包文静一样的 懵美人人设 所以我就说 你们要意气不辣的 看我节目吧 是吧 要不然谁知道 我讲的是什么梗啊 知道的弹幕走一波 居静一耍懵 耍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天然呆嘛 是吧 20年跟13年 你这也能分错了啊 他在车上问他 你今年多大 他说 我没有算 他怎么不明白 他今年 过得很糊涂 今年甚至有一次 他不清楚 今年是2012年 还是2013年 我想了很久 我早上醒来 我说今年 到底是2012还是2013 然后我又觉得说 12说起来很适 那应该就是13了 结果一看手机20了 真是一个穿越的女人 各位是不是也觉得 演技不咋地 炒话题很努力 还很矫情 居静一的矫情啊 是出了名的 迎销自己发亮多 他努力 涂了一层又一层的 发际线粉 迎销自己的头肩比例优越 在真人秀里面 直接上电肩 被人吐槽了 又马上机场露肩秀身材 营销自己的脸就是小 他在机场不顾防疫安全 戴上了大马口罩 那么我们这些小黑粉啊 一般都称之为 凡尔赛文学啊 他这意思就是 恶心观众同时成全自己 自己的主页 就跟精心设计好的 营销美貌的平台一样 关键是有人说 菊靖一是人工进化的盛世美颜 于是菊靖一一方 一怒之下就把这个人告上了法庭 然后就打出了官司 对吧 毕竟人家啊 也不是诬陷你 人家中决点清晰 事实几乎是个网民就能查到 你真当法院是你家 人人都是小吗 所以即使菊靖一 性格如此多面 那么就有人看他不爽了 这么贾端什么呀 贾玲就是反交第一人 魔法对红 你可以看到贾玲在节目里面 不停的朝菊靖一吐槽 你做抄手 你都不包抄手 那你做个锤子 是吧 用现成的还用你做了 你就这样 还有人夸你捧臭脚吗 红重了 做的不错呀 那有点假了 怎么做的不错 水打开呀 忘了一放 太假了 还吐槽菊靖一的妆容 模仿菊靖一的动作 开玩笑吐槽之中 就把菊靖一圈得死死 那么你说就菊靖一 这么许被人各种笑话 那么为什么公司还要用呢 其实黑红也是红嘛 菊靖一的东家斯巴文化 是标准的娱乐公司 主打输出娱乐内容 和打造娱乐偶像 他们不会去计较产出的产品品质如何 只要有苗头能够爆火 那么就要加大力度产出同样的内容 让利益最大化 菊靖一的妆容就是这样 差不多的作品 差不多的套路 其实损耗的就是菊靖一 本就岌岌可危的观众员 但是神奇就神奇在 这个娱乐圈的恶循环 你比方说 菊靖一拍的多了 演的差就会被吐槽 被吐槽就会有热度 有热度就会有数据 有数据就会吸引资本 再投入 再投入 他继续拍 继续拍就被吐槽 你看就完美闭环了 你看看 演员自身 不需要有什么演技 古偶这种剧 成本又不高 但是吸粉又特别快 属于以小博大的有效手段 资本何乐而不为 只可惜 菊靖一不过就是公司 推出来圈钱的工作人 现在有热度 就拍几部古偶 赚个快钱 等过几年 没热度了 人老了 又没有能力 有几个人能够像杨敏那样 没有业务 没有义德 人到中年还能圈那么多人粉呢 这简直就是幸存者偏差嘛 更多的是海青 在台上呼吁 多给中年女演员机会的窘境 但是海青他们 好歹还有演技傍身呢 等菊靖一 人至中年之后 他还剩下什么呀 破碎感 顿感 高级感 能力不错 我是一个比较看能力的人 话说回来 如果菊靖一的团队 可以把菊靖一的重点 放到时尚圈的话 我觉得会比现在 更有噱头 菊姐教你怎么换头 菊姐教你怎么画 拍了28部戏都不变的妆容 菊姐教你如何一口饭 咀嚼四下都不方脸 菊姐教你如何在没有演技的情况下 硬闯影视圈 你看这不比非要硬闯影视圈 更有热度呀 那我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呀 自黑的艺人往往会收获更多的好感 哎呀呀呀 是吧 以后菊靖一要是真走这条路了 记得给我打钱是吧 或者给我三连大关注 身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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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